你们出人面我告你 你们叫我承诺 让我溜分我招相 你这样录我干嘛呀 平时他们怎么录我呀 中国北京市商品区政府 暴力破迁强拆乡 乡唐文化新春 对面企恶抗争 不管是联名抗议 还是跪地哀求 都没用 居民受到强力打压 这是穿制服的暴力 这是没穿制服人员的暴力 听不明白 你是哪个单位的 你管我哪个单位的 我是跟那儿溜分的 你是要我照相 我溜分我照相 我干嘛呀 官方如此重手 如此强硬 被开除党籍的 中共中央党校 退休教授蔡霞表示 民间盛传 与习近平有关 为据传他笃信风水 找了高人帮他看 北京帝都风水 高人说 香糖文化新春 压住了真龙天子的 龙脉气口 事关龙脉气口 这个事情大调了 官方动员不计一切 强拆民房 已疏解龙脉气口 被强拆的香糖文化新春 被官方指称是违建 居民们敌死不从 因为当初也是花了大笔身家 才买的房产 如今只因龙脉气口 就被说是违建 共产党不是无神论吗 怎么也在信风水 这样的迫害民众 还在以为龙脱 坐得稳吗 国际通信 综合外电报导